好 接著我們就來做一些練習 24.3克的鎂跟足量的氧反應可以生成多少 莫爾的氧化鎂有多少功課 有這麼多的鎂產生多少氧化鎂 叫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老師說第一步做什麼 老師說第一步做什麼 寫出均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寫出均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寫 鎂加氧變成氧化鎂 第二步做什麼 乙之跟所求換成 墨 墨 乙之誰 24.3克的鎂 所求誰 氧化鎂多少墨 所以第一個要把24.3克的鎂 換成墨 怎麼換 那質量怎麼換墨 質量如何換成墨 記得嗎 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 以墨 那個氧化鎂就不用換 幾墨就不用換 就是x墨 x墨不用換 有人就不問這個x墨 直接問後面幾公分就要換 直接問後面幾公分就要換 ok 第一步第二步做完 第一步 我說過了 大部分的題目都不用做 都會寫給你 照抄就好 照看就好 第三個做什麼 墨數筆就是均衡係數筆 乙之鎂 所求是氧化鎂 然後呢就是 鎂比上氧化鎂 照抄均衡係數 2比2 我連換成1比1都不用 就寫2比2就好 當然不是求出一個是 0 求出一個1墨嗎 一個x墨嗎 所以帶進去 1比m只要等2比2 然後後面就是數學啦 1墨 1墨 第二小題幾公克 墨換功課 墨怎麼換功課啊 墨如何變成質量啊 前面有教過啊 怎麼變質量 墨乘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小瓢蟲啊 質量遮住 下面墨乘原質量分質量 記得嗎 那有告訴我啊 原質量24.3啊 就成啊 所以氧化要求氧化每分質量 所以要加個16啊 40.3啊 會記得怎麼算喔 我跟你們講過了 分質量是以後在計算的過程中 要用的東西 你要會算 記得嗎 OK 然後就成啊 40.3克 就算完了 就這樣 這就是做吧 OK 很容易很簡單 第一 寫出方程式並且平衡 這通常不用做 題目都寫好了 第二 以知跟所求換墨 所以重點就是怎麼求墨 你還記得我叫你背兩個公式嗎 第三 墨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抄下來比一比答案就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的做法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接下來換各位練習 以至於墨爾的點畫甲質量16就是什麼意思啊 分質量 166 然後呢 以墨爾點畫簽461 332公克的點畫甲跟儲量三千千作用 請問你才能點畫請問 方程式寫給你了 方程式寫給你了 來 上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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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找 6號 25號 30號 6號 25號 30號 上來寫 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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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寫過寫 我不會 換言 換言 不要踢到我的線 小心 不要踢到我的線 他沒寫啊 我知道看什麼 又來個寫我不會的 把那個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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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插掉 快點 快點 你就不會寫中文 你很可愛 快點 你很可愛 快點 寫大一點 V2 你不會寫中文 6號 6號 你要寫我不會 陳樂 陳樂 真是的 太悲慘 又再度的充分證明 老師的教育是失敗的 你不再提醒我 老師的教育是失敗的 難免吧 老師說 第一步作賞 寫出軍門的化學百一方成四 這題不用做了 你再寫給你了 看他就好了 第二步做什麼 椅子跟索球換成 墨 椅子誰 30买32克的點畫甲 要求誰 點畫間幾公克 好了 332克的點畫甲幾墨 質量怎麼換墨 質量怎麼換墨啊 質量怎麼換墨啊 除以原質量或分子量 換 兩墨 剛剛講過 那個就是墨嘛 一墨幾顆就是分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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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A就是什麼 點畫間 S功課 H 除分子量 這要自己算喔 不用 他告訴我461不用算 好 461 第二步做完 第三步做什麼 第二步做什麼 墨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語是誰 點畫甲 所求誰 點畫間 超係數比 2比1 超下總會吧 看他超下總會吧 剛剛不是寫 剛剛不是已經 小球的墨了嗎 塞進去啊 兩墨 比賽不知道這個 2比1 後面叫做小學數學 461克 就算完了 這就是 我們的解題的方式 跟剛才基本上是一樣的 OK 記住我教你的解題步驟 1 寫出化學 反應方程式 並且平衡 2 以資跟所求 換成墨爾 3 墨爾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OK